大家好,欢迎来到NAS应用 今天要跟各位说的是使用我们家的DJ2这套QBKG 帮你轻松的建立你的私有云的直播室 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一位游戏实况主 很喜欢在网路上分享你玩游戏的状况 或者是你是一个教育训练的讲师 或者是你是一个网路拍卖组 其实你都非常适合使用QNAP NAS来帮你达到私有云的直播室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先了解一下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第一个我们可以帮助你把直播影片做不一样的分类跟收纳 也就是说你只要订好你的主题 其实你以后就可以针对不同的主题 把你的不同直播丢到那个folder里面 以后你要找也很方便 因为它直播完之后会存在我们的NAS里面 然后它也会针对你即将要到来的直播做倒数计时 而且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推播到Facebook或YouTube上面 让你的观众直接收看 同时我们也可以设定什么样子的人可以看 什么样子的人他没有办法看到你的直播 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因为它支援公有云的这个协定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你要到这两个平台上面去 或是其他的一些平台都是可以协助你做设定的 而且它很方便 你要的只有一台NAS跟一套Explit或者是OBS 那当然我们就来简单讲一下它的这个架构 你自己在这边做直播的时候可以透过去网把你的直播 share给你所有的NAS account的一些使用者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Google account来去让他们去做可以观看 那当然在我们设定影像的时候设定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帮他做加密 你只要有透过这个加密认证的朋友 他才可以透过你丢出去的link来做这个直播的收看 所以你可以过滤掉一些你不是很想让他进来的人 那我们做直播常会碰到 有一些人他就是故意进来乱的嘛 其实网路上看人家直播都有很多这样子的状况 我在卖东西下面就有人在那边乱啊贴广告啊 所以其实可以透过DJ度去过滤这样子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当然DJ度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我们可以帮助你把一套这个电脑推播出去的这影像呢 先收集在DJ度的这个NAS里面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Stream把它整理之后呢 全部再推播到一次推播到各种不一样的平台上 你可以推4K的啦你也可以推其他画质的 那它给你的好处是 它不会像我们直接用电脑或者手机推播到社群媒体上面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断断续续的 那透过DJ度它可以帮你把这个档案整理成一个完整的带之后再丢上去 那当然你每一场直播都会透过NAS来帮你储存在你指定的folder里面 所以你直播完成之后 你想要把这个影片重新做编辑重新做上传都是可以的 所以一个影片我们可以分两种用法很弹性 那当然不管你是用这个XSplit或者是Mac使用者你会使用的OBS 都可以帮你来做处理 同时除了用NAS之外你也可以直接打开你的手机 用DJ2登录你的NAS直接透过手机来做直播 所以不管你人是不是在你的直播室 或者是你今天是在外面玩想要分享当下的状况 你都可以很方便的透过不一样的分类直播 透过不一样的载体来做直播 帮助你达到直播的功效 那也很简单 登入NAS之后按下开始就可以开始做直播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交给你做的DJ2的NAS应用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